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中所栽露的了凡四讯 姬茜之方 最后这一篇提到十种善 最后的两种 一个是敬重尊长 一个是爱惜悟命 我们来看第九个善 何谓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举凡年高 德高 位高 时高者 皆当家义奉侍 在家而奉侍父母 使生爱宛容 柔生下气 习以诚信 便是何弃隔天之本 初而弑君 行一事 物为君不知 而自治也 行一人 物为君不见 而作威也 事君如天 古人格论 此等处 罪观因得 是看忠孝之家 子孙未有不绵缘 而昌盛者 窃须慎之 那么 这个第九个善呢 讲的是伦理 中国人讲 忠孝传家 那我们所有的德行 表现在哪里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表现在敬重尊长上面 在家里 父母兄弟 父母父兄 是我的尊长 要尊重 出外在一个团体 领导 是我们的尊长 要尊重 那么 静呢 是发自内心 它有这种沉静 所谓沉于中 而行于外 内心有这种虔诚的 殷重的 恭敬心 所以呢 对于尊长 就表现出 格外的 这种用心的虔诚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世出世间的伦理 那么 在家呢 就是 父兄 在国家呢 就是 君长 这里提到四点 第一个是年高 年纪比我们长的 这是属于尊长 还有呢 德行比我们高的 也是属于尊长 第三个是指这个职位 它的位置比我们高 这也是属于尊长 那么第四个呢 是它的学识比我们高 这也是属于尊长 为什么对于尊长 要有比较特殊的 这种 更加益的恭敬呢 是因为 从这四方面来讲 这四种人 它是我们比较特殊的 一个所相对的境界 如果对这样的四种人 我们从内心里 生不起这种 虔诚的尊重和恭敬的话 那果报呢 就极大 就不好 那反之呢 毅然 所以佛菩萨 他在宣说因果的 所有的经论当中 都会提到 我们能够 以无比虔诚的 这种恭敬心 来尊重 尊长 就能产生 很大的福德 反之 如果轻慢不敬 则有大罪过 很快会损害 我们的福德 那么 所有的恭敬呢 都要从 在家里 对父母的孝道开始 所谓 身体 发肤 受之 父母 父母的恩德 是比天还高 比地还厚 如果自己 没有一颗 真诚的感恩心 对父母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产生 对其他的 所谓 师长的 这种尊敬 无论是 其他 比你年纪长的 还是是 你的老师 也好 师父 也好 那其他 有德行的人 在你面前 都不会 放在眼里 那么 正如 在 《孝经》上 所说的 我们 所有的 孝 根本 就是在 父母这里 所产生 夫孝 得之本也 教之 所有生也 我们的 教育的根本 就是从 孝道开始 那么 我们自己 也要检点 自己对父母 有没有这种 真诚的孝心 在下面呢 他列举了 两个内容 一个是 对父母要能够 深爱 婉容 柔声 下气 深爱呢 是 发自内心的 有这种 真诚的 这种爱情 那 婉容呢 是指 表现在外面的态度 我们的 容貌 我们的 所有的表情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说话 都是非常的 和万 非常柔顺 很谦卑 发自内心的 这样的 对尊长 又对自己的父母 有这种爱护 那这不是单纯的 说一说而已 也不是你装呢 就能装出来 孝顺的样子 我们平时 如果有点低的 对这个 比如说父母 乃至于师长 轻慢的 不恭敬的 态度 言语 和那些心念 在我们阿兰耶实里 一点点的 落下这个痕迹 当它不断的增长 突然有一天 境界线前的时候 它就会总爆发 而爆发之后 你产生的果爆 是极强烈的 是极巨大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平时 都是从点滴当中 不断地教导大家 不要对师长 父母轻慢 哪怕那个轻慢的心 你都要极其地 这样的克制 不要无所谓 那种无所谓的 这种眼神 轻慢蔑视的态度 和表情 很不恭敬的语气 乃至于呵斥师长 最后自己的果爆 决定是在三恶道 在地狱当中的 我们以前读过 这个现代因果录 一个表面上看上去 大家都认为 他是非常孝顺 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人 结果他死后呢 就被这个言诺王 带到地狱里去 要下这个油锅地狱 他就很不服 因为罪名呢 是不孝父母 他说他很孝顺呢 好吃的好喝的 平时这个表现的 好像对父母都很好 但是呢 阎罗王呢 给他的看的罪名 是这样的 就是四个字 叫父匪双亲 父 月字旁加个反复的父 就是肚子的意思 匪是诽谤的那个匪 双亲呢 就是指父母双亲 什么意思呢 在自己心里面 去诽谤自己的父母双亲 比如说爸爸说 你要这么做 表面上是公公兢兢做了 心里可能有一个声音在说 什么呀 根本就不需要 就在那瞎指挥 我们义工有没有呢 可能对这个师长 对师父老师也会有的 因为你有 你一定会将来遇到很大的境界考验 这个境界考验 现前的时候 你不要怪外面的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件事情 所有的根都在对父母 对师长这块找原因 这块不出问题 外面都不会出问题的 因为这是所有的根中之根 你肯定是在这块出了问题 所以你会在 在外面的很多境界当中 遇到这样的考题 那么 表现出孝顺的样子呢 还有这个柔声下气 声音要柔和 那语气呢 要平和 那个火呀 不要往上升 给它压下去 火气要往下舒缓 如果每天都是 一副气脑冲冲 一副我行我素 一副功高我慢的样子 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世界生存的 我们无数次的讲课 劝大家 就是希望我们用善的种子 来串习 我们良好的习性 所谓习以成性 习惯的是什么呢 是好的品性 让这种好的品性 生生世世跟着我们 成为一个善良的 有德行的人 而不是说把坏的习惯 给它穿成坏的习性 让自己一起心动念 一举手抬竹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就要串习好的 那么在弟子规里呢 也有讲 称尊长 勿忽明 对尊长 勿献能 尊长前 生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对吧 那这些呢 都是指导我们 在跟尊长 打交道的时候 这个尊长 就是从父母 扩大到 这四种人 年纪比我高的 德行比我高的 他的位置比我高的 他的学识 也比我高的 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 肯定会有这四种人 超过五岁 按照李济讲 就已经是 我们要以长辈来看了 那我们 我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 应该算年纪比较大的了 今年已经虚岁四十七了 因为我们年长的不多 像我们这属于中年 已经步入快五十岁的了 大部分是三十多 二十多 还有十几岁的 年轻人比较多一点 年纪肯定比你们很多人要大 德行不一定有你们高 学识也没你们高 位置呢 没办法 就要比大家高 因为是大和尚认命的 所以 我们在各个小组也是 那组长肯定比组员的位置要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 对这个尊长 我们 物乎名 不要大呼小叫 比如说 这个小花要见到 陈静瑜来 不要上来 陈静瑜你过来过来 不要这样讲话 我们以前在这个澳洲学界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家呢 没有受到良善的教育 出去之后呢 就会丢人现眼 澳洲图文巴金钟学会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很多人 大家呢 中午休息 三三两两很多 在那大厅里 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义工 最近他不在 就在那块喊我 陈静瑜你过来 你过来 我有事跟你说 他的年纪应该比我小 二十多岁 二十出头 我应该跟他母亲是同龄 我一开始没理他 我就没动他 后来他就说 陈静瑜我叫你呢 你过来 我后来实在忍不住 因为大家都在瞅我 我这耳朵也不聋 我就过去了 我说你有什么事 他我跟你说 什么什么事 我说你不觉得丢人吗 他没反应 他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可以不管我叫老师 但是呢 你这么直呼其名呢 肯定是不对 我跟你讲 你叫陈姨 陈阿姨 或者陈居士 但是你不能说 就沉静于 联名戴姓的 这么大厅广众之下 叫我 不是显得我没教养 是显得你很没有教养 大家都在用奇怪的眼神 瞅着你 回头又瞅着我 因为奇怪的是 你是跟着我出来的 我们是一个团体的 我说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专 但是我也没有地方专 我只能在你的呼叫之下 按着你的手势 过来过来 我就过去了 那直到今天呢 还是这样 印度行回来 不过来做义工 没任何请假 就不来了 问谁谁都不知道 人就没有了 我就跟义工团体说 我说再来不要再接收了 不是不懂规矩 是不尊重规矩 不是不知道尊重人 是压根心里 没有任何人在里面 太自私自利 这样的人呢 自己反省 机会给了无数次 你来了之后 让大家跟着你 都学不好了 你还能怎么办呢 对尊长误陷能 在尊长面前呢 我们东北话讲 不要显摆自己多能的 就像这个 我看过一个 一个这个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富豪 去到海外 到英国 然后呢 去参观一个 富贵人家的城堡 就人家自己家 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堡 那就不叫别墅了 城堡当然更庄严 然后呢 是他英国的一个朋友 带他去的 去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土豪啊 到了门口 看见门口站个男的 他想当然认为 这个男的 就是这城堡的管家 把这个大衣一抖 拖下来 扔给门口的男的 说你帮我拿着 男的就帮他拿着 拿着进来 他就开始参观城堡嘛 然后就品头论竹 就对给他拿大衣的男的说 你这什么时候建的呀 用的什么材料啊 这材料不怎么好 转了一圈 评价一番 当然最后的总结呢 这城堡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是一个私宅 自己私人家的 但是这种城堡很多 其实它很多 很 在英国那种贵主啊 它都会捐献出来 我去西点军校 07年参观的时候 西点军校那个主教学楼四栋 就是几百年前的一个 贵主人家的城堡 他给捐出来 作为教学用 然后结果呢 最后他那个 陪他去的那个同事啊 在那笑的都不行了 都参观完了 那同事跟他说 因为给他拿大衣 这男的一直毕恭毕敬的 拿着他大衣给他介绍 因为他叫 他说这城堡的主人 你叫出来 我要跟他聊一聊 然后那个 他朋友说 给你拿大衣 这个就是城堡的主人 全程陪同 我们义工也是这样 我们讲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像我这种常露像的 肯定不是真人 我们在这个群体里 很多高人可能不露像 你不要太供高我慢 太自以为是了 炫耀自己某方面很厉害 岂不知墙中更有墙中手 对吧 那么我们平时呢 要好好地修自己的 谦卑的德行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真实地 好好地去修自己这个谦德 因为谦德呢 在《易经》的六十四瓜当中 是最吉祥的 他没有说不吉 是最最吉利的 不谦卑的人呢 他遇到的这个障碍就很多 那再来说 尊长前生要低 低不闻却非疑 在尊长面前呢 不要大呼小叫 不准 不仅是嘴 不要大呼小叫 我们拿东西 搬东西 也要轻轻地慢慢地 不要像我们这小菩萨 我在二零五 二零四就跟掀房子一样 叮叮 今天中午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菩萨呀 你把我弄醒没关系 整个二楼住了 那么多比丘尼法师 你都不让人家休息了 这要背因果的 知道吗 因为你这样很大声地去摔东西 虽然你不是有意的 但是人家会以为你在发泄不满 就像我们出去的时候带门 没有好好的轻轻地把门带上 框一摔门 屋里的人就以为 哎呦 这走的人是不是生气了 或者有什么意见想法呀 会给人这种暗示 就不好了 那第一步文却非疑 我们之前我身边的 我前一任的小菩萨 他就完全符合这一句 第一步文却非疑 基本上他说话 反正我的耳朵不好使 我的听力是不好 他说话我基本上 90%以上是听不到的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只看见嘴型在动 所以经常会问他 麻烦你说一遍 所以为什么给他调离开我身边呢 因为沟通有障碍 每天就是大量的时间 要浪分在猜他是什么意思 而且不断地去询问 他在他想表达什么 对于我来讲蛮辛苦的 因为我的时间太紧 我不想把本来一分钟能解决的 我要花五分钟 十分钟去解决 那这个呢 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功课 除非呢 你完全的隔绝 跟社会所有人的来往 只要你在社会上立足 跟人打交道 你就要考虑到 对方人家的感受 你不能说我就这样 你得所有人都得来适应过 就像比如说我讲课 我就很小声讲 听不听到你别找我 我就这样 我怪你听不听到呢 那我就很小声 尊长亲 声要低 低不闻 去飞 你们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不知道 我就这样 我就不愿意施力气 我施力气太累了 就是这样 因为我说了多少遍 他都不会改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实在是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 我说对不起 掉了一个岗位 不是我嫌弃 因为确确实实 对我们整个的团体的工作 会产生影响 所以自己不肯改 不肯改自己的习气 不肯改自己的这种不好的 这种习惯的话 你在一个团体当中 你在一个团体当中 你处处都会碰壁的 不会大家都来迁就你 我们入乡要随俗 因地要时宜 对吧 你佛菩萨来到中国 你还得变成中国人的面貌呢 世尊我们看了史加蒙尼佛传 在印度生下来不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现在看每个大雄宝殿 那史加蒙尼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长相 对不对 你还得换成我们的长相呢 那你说我不行我就这样 你们所有人都得来适应我 这是没有丝毫的尊重和恭敬别人的心 尤其是在尊长面前 这种傲慢呢 是没有办法发自骨子里的 傲慢的果报 生生世世你都要承受 因为它是一个相续果 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要 身自悔则来忏悔 那么不行的话呢 就多拜颤 以后佛妻的时候啊 就不要念佛了 就先拜颤吧 今天这个美国的一位 比丘尼法师中午来找我 跟我谈了一中午 他说老师啊 叶章中的义功 别让他念佛 拜颤吧 一天食不颤 拜下来 拜一个佛妻 颤妻就好了 念佛念不明白 昏昏沉沉的 稀里糊涂的 下次还那样 就是种点善种子 我觉得这个比丘尼法师的建议特别好 我们之前在正觉堂 一四年 一五年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一五年打佛妻 也是先拜颤 之后念佛 我们现在的佛妻呢 就大家都念 但是效果不张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业障 太重 那么孝敬 如果真正能够习以诚信的话 习以诚信的话 在在处处都可以发展出 我们的万种的善行来 善行来 也就是说 我们在家能够养成良好的 孝敬的态度和行为 推而广之 出来到社会上 你对国家就会尽忠 对朋友就会尽有道 对尊长就懂得怎么样的去尊重 对兄长也是知道如何的尊重 世出世间学佛的话 也知道如何医治自己的善知识 成事自己的师父 上师 如何皈依三宝 报答佛恩 成为佛家真正的孝子 世家真正的忠臣 要不你在佛门当中 也不是一个孝子忠臣 也是一个被师叛道的 这个忤逆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你在世间都如此 世出世间 它是一回事 那对于道友呢 你也会懂得如何 怎样进佛法上的有道 互相提携 修学菩提心 见到一切众生呢 也都能够 以前是父母的心来对待 生起真正的慈悲心 所以成圣成行的关键 都在于我们从小 有没有这种孝敬父母 尊重父母的这种孝心 是相当关键的 那推而广之就知道 我们现在存在的大问题 都是出在孝道上 孝道的问题呢 是我们真的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老师怀疑 对佛菩萨怀疑 一根是菩萨所有善根当中 破坏所有善根的最重要的一个根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都会自己不知不觉的 生起这种傲慢和怀疑 但自己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 就是从点滴当中去减点自己 所以这里讲是和气隔天之本 你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 就能够改善天地万物 这是根本 那出来之后呢 你侍奉军长 就军长是指领导人 就能够在所有的形式上 行一事 出门在外奉识军长 做任何事情 不可以以为军长不知道 而自己就可以任意地放肆 这一点呢 也是很重要 我们所有的义工组长呢 都好好地体会一下 什么叫出而逝君 行一事 物为君不知而自知也 不要以为领导不知道 我就可以随意地望为 好多事情啊 我们该会报的不会报 回头一问呢 就说忘了事情太多 对不起 行了 以这种轻慢心来对待 这是心里呢 没有这个军长 因为我们作为中间的这个领导层 它最重要的就是上通下达 对上面要不断地通报 对下面要不断地传达上面的指示 保证整个的管理渠道是顺畅的 你才不会被阴过 如果上面的指示你传达不下来 下面的东西你又汇报不上去 在你这里堵住了 我们就要背阴过 所以作为我们 义工负责人来讲 对阴过的重视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 也不是每一天 我们听一听就算了 它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天都会发生 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听了课 甚至都不知道 对照到自己身上 哪些出问题了 如果有人慈悲地给你指出来 你还生怨恼 生烦恼 那自己呢 确实是没有福报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在课程当中 自己认真听 下了课之后呢 自己好好再温习一遍 能理解多少算多少 能做到多少算多少 在高僧传里面 有一个公案 我们师父上也常讲 是梁武帝那个时代 大家都知道 梁武帝时代 梁武帝特别认这个保志工 保志工对吧 保志工呢 就是比有名颜寿大师要长 他是观世音符子的化身 当时在四川 有一位法师 叫宝香法师 住在那边 那那边的人呢 都不学佛 也不信佛 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都杀生吃肉 那保香法师呢 是个得道的高僧 不得已呢 就献神通 庙里面举遍法会的时候 他就邀请很多当地的人 参加法会 跟大家一起吃肉 大家都很开心 吃完之后呢 他领着大家到放生池 他把他所吃的东西 全吐出来 吐的那些鱼呀 一吐出来 就在放生池里活了 游来游去 那么他献了这一招之后呢 很多信徒看到之后就佩服 渐渐地被他感化 吃素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次呢 他的一些信徒去看保志工 从四川来 保志工就问他 问这些信徒 说你们那边的乡贵不贵呀 那些信徒以为问的是我们上的这个乡 就说我们家乡的乡啊 很便宜的 很贱 保志工说 既然那么贱就该走了 就没说别的话 那这些家乡父老 从保志工那边回到四川 保乡法师 保乡禅师就问他们说 你们见没见到保志工啊 见到了跟你们说什么话呀 信徒就说 他问我们这个地方的乡贵不贵 保乡禅师就问说 你们怎么说的呀 信徒就说 我们说我们这里的乡很贱很便宜 结果第二天 保乡禅师就远近了 这是让信徒带话 不是指买的这个乡 是指当地人对这个法师不尊重 贱呢很便宜啊 没有人去珍贵它 不知道它是宝 所以呢 没把这个法师放在眼里 那大家呢 就看到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大家也觉悟了 也度化了很多众生 所以这是佛菩萨在世间 大慈大悲 度化众生 因为失去了 对善知识的尊重 也就失去对法的尊重 法是开人天眼目的万灵 那么对法不尊重 它在法上也不会得受益 所以讲呢 也是白讲 只有真正的在法上受益 它才会产生那种因众心 它会觉得 确确实实 我们因为这个法而得到教化 而让我们提升和改变 发自内心的 由衷的去尊重 善知识 尊重这个法 那么也能够 因为这些身边的 这些人的尊重 这种影响 而给这一方的这个土地呢 带来福报 所以整个这一方土地 它的得福 它的受化 都来源于我们 决士在身边的 义工的护持的态度 我们的护持 失去了尊重心 真的有一天 善知识离开的话 这一地方的人 他都不会得教化的受益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 每一个同学 他都要生起这种使命感 只要来到这里 不管是长期短期 不管是随喜一天两天 再一天 就认真真的做一天 把这个缘呢 法缘呢 都给他圆满了 不要这个放肆 行义人 勿为君不见 而作威义 那么在审讯囚犯 执行刑法的时候 不可以以为君长 不知道 就可以作威作福 冤枉人 那侍奉君长 就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 这是古人所定的规范 往往这种地方 关系到我们的因德最大 不妨看一看 凡是忠孝之家 他们的子孙 无不绵延流长 而且非常昌盛 所以一定要谨慎 小心地去做 这是指在社会上 像法院 检察院 这样的地方 不要私自的 自己的行为 那是不仅是 做行了 我们背着师长 随便地去呵斥 别人也不对 像比如有的人 被投诉 这个对小花菩萨们 不够礼貌 推推攘攘 这是不好的 我们在这个 管理的方法 态度上 都要改进 包括静于自己也是 师父无数次地提醒 静于也无数次地 痛下决心感 也有我们身边的 同学善友 提醒自己 不要让人家生畏惧 不要让人家生脑 所以自己也是 痛自改之 17年呢 我也跟大家讲 自己也发愿 努力做到 我呢 所有跟大家的 劝勉的话 在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下了讲台呢 我就不说了 做得好也好 做得不好也好 为什么呢 都是因果自己来背 因为说了 大家不会生欢喜 因为我这人吧 他有个特点 我一讲正经事的时候呢 表情就比较严肃 不会说嬉皮笑脸的 这样的跟你笑着 那样去讲 这件事情你错了 不对 我就不会那样说话 遇到 比如说这件事情 做得不合理 不恰当 我会比较严肃地 去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这从小带来的 这个习惯 无所谓好与不好 但是对于我们 大家来讲 就不好 大家觉得你 让大家生畏惧 你不能够 柔生爱语 你不能够 让众生生欢喜 这是自己的问题 那讲课的时候 就不会了 我们有哪些事情 我就讲到哪里 我就随缘 跟大家说到哪里 无论是我见到的 还是没有见到的 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鲸鱼都是善意的提醒 绝对没有说 瞧不起大家 或者是觉得大家很差 可能我去做 还不如大家做得好 这是心里话 因为鲸鱼也不是万能的 炒菜第一个 我就没有力气 我下过两次大辽 我们那大辽组 主长特心疼我 因为我端不起那个锅 那锅太大了 都能把我弄进去 我这个个儿又小 我踮着脚尖 我给它从那个火炉上提 我提不动 所以每次 我有一次下去煮面 煮完了 把那个面捞不出来 太多了 我们那个主长就过来 他人高马大的 力气大的 一伸手就拽出来 他说老师 你到一边去吧 你就指导一下就行 因为我手又小 个又矮 这个力气不足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接待组的事情 很繁琐 很多 我这个耐心也不够 没有我们接待组的 这些菩萨们 有这么高的耐心 包括我们那一堂 也是每天不断地 清理大殿呢 冬天 夏天的时候 那脚都烫 都泡得 都肿了 我很多这些方面 是不如大家的 所以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呢 我只是我们善意的提醒 我们能做到多少 做到多少 做不到的 也不要着急 一点点改 佛菩萨都会圆满 我们所有的心愿 那 弑君如天 古人格论 此等处 最观 因德 你心里真正 有这份恭敬 佛菩萨都惜知 惜见 我们的因德呢 就在这里体现 所以真正有孝 有忠 有忠 真正忠义耿耿的 这样的家庭 他的子孙都非常的 绵远 就是非常昌盛 何谓爱惜悟命 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为此侧隐之心而已 求仁者求此 积德者积此 周里孟春之月 牺牲勿用聘 孟子为君子远包除 所以全无侧隐之心也 故前辈 有似不实之界 为闻杀不实 剑杀不实 自养者不实 专为我杀者不实 那么这是最后一个善行 讲的是爱惜悟命 什么是爱惜悟命呢 人之所以称之为人 就是因为他有这片 侧隐之心罢了 求仁的人 就是求这片侧隐之心 积德的人 也是积这片侧隐之心 周里上说 在每年的正月期间 正是动物醉意怀胎时 这时祭品物用母的 以免伤及胎内的生命 孟子也说 君子应当要远离包除 这都是为了保全 我们的侧隐之心 所以前嫌有四种肉 不该吃的告诫 所谓的听到杀生的就不吃 看到杀生的也不吃 自己养殖的不吃 专为我杀的不吃 就是属于四净肉 指的是这一点 那么爱惜悟命呢 是一片仁慈之心 我们作为晚辈来讲 我们作为现代的年轻人来讲 可能缺少的都是这种心 因为侧隐之心 说白了就是怜悯心 同情心 我们心里有没有真正的怜悯心 和同情心呢 如果有的话 会常常的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而不是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会用自己的心去揣度别人 所以君子远除防 就是成全无人侧隐之心 培育我们的人慈的心 儒家讲闻其生 不忍食其肉 虽然儒家没有完全禁止肉食 但是呢 佛劝人吃三净肉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这都是保全侧隐之心 那么在现代呢 尤其是素食 他的观念 是很好 但是我们师父呢 在此基础上 更进一步 提倡叫有机素食 因为我们现在的素食呢 很多也打农药 打农药呢 就是杀害 这个素食上面的虫子 也存在杀生的问题 所以师父说 为了护戒的需要 我们也要广泛地推广 有机素食 尽量地吃有机菜 那么 我们在生活当中 自己呢 怎么样能够一点点 培养自己的这种慈心 这种爱惜雾名的心 从点滴都可以做起 常常地去思维 我们怎么样去爱护他们 而不是说呢 去杀害他们 学者未能断肉 且当从此戒之 渐渐增进 慈心欲长 不特杀生 当界 蠢动寒灵 皆为悟命 求思竹简 除地杀虫 念衣食之由来 皆杀笔已自活 故抱舔之虐 当于杀生等 至于手所误伤 主所误见者 不知其己 皆当委屈仿之 古诗云 爱数长流犯 灵额不点灯 何其人也 善行无穷 不能阐述 由此时事 能推广之 则万得可备已 那最后这一段呢 就说 想要真正学习前嫌的人 如果一时 还不能够断除婚心 也应要从这个地方借起 渐渐地增长上进 我们的慈悲心呢 也就会越来越增长 不但杀生 应该戒 就连那些极小的动物 也都具有生命力 都应该禁止杀害 向为抽取蝉丝 而去竹茧 为了耕除土地 而去杀虫 回想平时所穿的衣服 所吃的东西 它们如何得来的 都是杀害它们生命 而来养活自己 所以随意遭它粮食 浪费东西 应该与杀生的罪孽相等 至于不小心手所误伤 脚所误它的生命 更是不知有多少 这都是应该想方设法制止的 那苏东坡有一句诗 是爱属长流饭 灵鹅不点灯 就是恐怕老鼠饿死 所以为它特地留些饭食 埃敏飞鹅被烫死 所以就不点古代的油灯 这都是何其的仁慈 那善行是无量无边的 不能够一一讲说尽 只要把以上所说的十件事 推广来发扬 那么一切功德就能够慢慢的完备了 那么这是了凡四讯讲的十种善 到此呢就圆满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 自己去细细的品味 品味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来修行 如果连世间的这种善行 都不能够做到一二 如果连了凡先生讲的千德之相 都毫不放在心上 我们将来呢就会招受果报 永远记住满朝损千寿一 当我们遇到很多人事方面的挫折的话 一定是自己太过于自满自大了 一定是这个原因 尤其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不是众生难度 也不是我们的德行不够 你只要牵光一发 德行就圆满 但是我们就是那样的自以为是 我行我素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别人说好的也不屑于听 说不好的更是不愿意听 生活当中都是凭着自己的知见去做事 所以这样的自满的人 他就会常常遇到一些亏损 那么常常的自己思维 怎么样才能够在生活当中 有百利而无遗憾 就是低下我们高傲的头 好好地修我们的千德的这种德行 尤其是女众 我们女众的傲慢呢 太严重 我们九岩四今天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以说不翻天覆地也差不多 没有来的义工可能不了解 在去年 我们门口那个整个从大马路 往里面走的这一段所有的路 全部都是泥 就是下雨天是穿着雨蝎 走一脚都拔不出来那种泥地 我们来之后在门口现铺的这个水泥地 之前寺院门口 这所有的这些地全是水泥地 那这师傅们打佛七 泥太多了 没办法 我们抽那个木头板 我们以前老义工应该知道 拿那个石板 让师傅们踩着石板 从一个堂口走到一个堂口 比如从僧僚到这个大殿 就在地上摆石板 石板不好看 又在石板上面铺红地毯 然后看着挺漂亮 其实师傅们要很小心地走 因为没走稳呢 就容易 就容易那个 它不平 一块一块搭起来的 但是呢 好过呢 它穿着生鞋 炫在这个泥地里面 非常的泥泞 那我们之前的所有的堂口 我们现在的这个 正在用的念佛罗一楼 现在既是灾堂又是法堂 之前呢 是堆满了无数的 也不能说是垃圾 但是那些法宝呢 被我们处理了很多很多 有很多都送到送出去 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 堆积的那里 什么都有 反正是还有很多杂物 堆的满满的 我们几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六个多月 清理那个念佛罗一楼 因为太多了 尤其是处理法宝 当时要请示大和尚 哪些该留的 哪些需要焚毁的 因为都长毛 发霉发烂了 被耗子磕的 什么都有 还有一些需要转送 七大寺院的 还有很多杂物 还有很多 破旧扔掉的僧服 这些特别多 一个角落 一个角落的插 到上玻璃 插玻璃 上窗帘 采购物品 买桌子 买板凳 搭台子 背景图 走过今天之后 新来的一宫 不知道之前的艰辛 躺在这个 我觉得应景 是非常舒适的大庙里 我们肯定会生起 傲慢的心 尤其是我们的 一些老义工 苦日子过去了 我们讲江山 一打不一手 以前的皇帝都是 打江山的时候 大家都齐心协力 一起把这个江山打下来 坐江山的时候 就不稳当了 大家开始 你争我夺 明争暗斗 耳鱼我诈 忍我是非 我昨天为什么难过呢 因为我知道 太多的信息 都是在投诉 我就不明白 大家就干好 自己的活 就那么难吗 为什么都指责 对方啊 讲课 没有用 确实是 对于我们义工来讲 我看不到什么效果 我刚刚讲 下午才讲 我自己都把自己 讲得热血沸铜的 要有使命感 要以失智为己智 撂下这个课 回来 谁是谁不对 怎么怎么样 我看了那信息 我真是头疼 不念佛 没有人念佛 所以你让我回复呢 我也不回复 你让我见他们呢 我也不想见 你愿意打 你就打 愿意喊 你就喊 愿意哭 你就哭 愿意闹 你就闹 随便你怎么弄 反正怎么弄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我17年呢 我决定决定 是希望大力地发展 男艺工 为什么呢 因为女的 我实在是不忍心在带了 我带不下去 太能打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们想想 我们这里将近 80多个女人 多少台戏 要满90的话 除以三 就是30台戏 30台戏 同时一天唱的话 我真的搞不定 三人一组打 再三人一组继续打 再三人一组 还是在闹 每个都像跟开锅了似的 你按下这个 又起那个 按下那个 又起那个 后来我就念佛 我昨天念了五万佛号 念了三部经 因为我除了念佛 能让自己心静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也不会骂人 我也更不会打人 我的所谓的眼力 就是个纸老虎 就是闪门大一点 也就大两下 我也就灭火了 等你要声音大 我马上我就不大了 我从来没跟人 这样对着打过 我能大声音的喊的 就那么一两个人 对其他所有的义工 我都不敢大声喊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跟你喊完之后 万一你要是真是生烦恼了 再想不开 做出点什么事 也不行 所以呢 我昨天收到的 都是我们很多男义工 对我的鼓励 我今天本来想念 好几个男义工 给我写信 我看了特别受感动 那个有个男孩子 很小 写了很长的信 他说老师 整个他听我的课的感受 跟我讲 一个是男孩子好待 一个是年纪小好待 年纪大的 中等的 就像我这年龄的 有一定社会见识的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 有一定能力的 那你就不要说话了 就闭嘴吧 因为你跟他说 还不如听他说 所以我自己呢 在生活当中 深深地体会 师父上人的 说假的话 句句是经典 老人家说 四十岁以上的人 你千万不要教 不要劝 更不可以责备 因为什么呢 他不会受教的 我身边的这个小义工 十七岁 今天就特别天真的 很天真无邪地问我 老师 那些阿姨 为什么都不听你话呢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他们老了 我说你还小 你要听 我说教小的容易 十七岁 让干啥就干啥 比你大五岁 二十二都不行 十七岁还可以 我带他出去 我告诉他 九点半睡觉 我十点钟回来 他已经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跟我说 老师我九点半 准时上床 五点钟起床 五点钟到点就起床 比他大五岁就不行 你告他九点半睡 我一定在屋里 我就要等你 我就要表现 我对你的孝敬 我等到十一点 十二点 我回来的时候 在地下趴着 拜佛拜睡着了 不上场睡觉 第二天我讲课的时候 在 在课堂上睡觉 不叫 就是这样不听 你没有办法 他在 绝对用自己的知见 自己的方式 来表演 自己所谓的孝敬尊师 你不是按照圣贤的教导来做 你好好读读女界 女论语 好好看看上面是怎么样奉识 师长父母的 你没有学过 学过的告诉你 你又不听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众好 我这不是贬低女性 是确实我经过 这一年跟女运工的交往 太难带了 难道让我觉得我就是 已经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跟师父说 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教 我觉得我那感应片 那个教的已经都 没有像我这么莫得的 叫感应片的 因为都讲了50堂课了 这才这么薄 你看 连十分之一的厚度都不到 因为基本上是一个字 一个字掰开 这样跟大家说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加说明白 还是说的还不明白 或者是我口齿表达不清晰 或者是我的思路比较混淆 或者是我的法理 教理不够清楚 总而言之我找不到原因 所以呢 我也不打算找 我就希望呢 大家就这样的 各自安稳的 只要不到我这来告状 不互相打架就行 你们怎么干我都没意见 你们互相打 比到我这真的没有时间处理 因为一睁眼一堆信息 算了 我就不看了 我有的时候下去寻堂口 我本来张嘴想说 几次我都欲言又止 我就把话憋回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人家也不听 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瞅一瞅 绕一圈 我又绕一圈 又绕一圈 绕三圈 我决定毁掉房间复 不听的 不听就没有办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经句 什么叫慈心与悟 慈者万善之本 即人心也 慈有二意 一始祭贫拔苦 一始戒杀放生 丸于字 当从及悟上说 言积德累公之君子 不但亲亲人民而已 于慈心所致 又将集于悟矣 那么这四个字呢 也非常重要 慈心与悟 就是要将慈悲心 遍及到宇宙的万物 慈是万善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的人心 仁爱的心 仁慈的心 那慈呢有两种意义 一个是救济贫穷 拔除痛苦 第二个呢 是戒除杀生 释放生灵 我们在玩锁 这个文字意义的同时 应该从实际爱物上去探讨 说到 积德累公的君子 不但要亲爱自己的亲友 对人们呢 也要仁慈 而对慈心所到之处 又应要扩及到万物 那么 慈是我们 这一生 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而真正能够 信愿往生 念佛的 一个核心和根本 如果 失去这个仁慈的心 我们是决定 不会有真实的信愿的 因为我们真实的 信愿 离不开菩提心 而菩提心的核心 就是这个慈字 我们一提到慈字 就想起这个弥勒菩萨 对吧 弥勒菩萨又称为慈世菩萨 也称为爱意多菩萨 慈世菩萨这个意思呢 就是能记喜 记呢 是救济的意思 喜呢 是欢喜的意思 能够救济一切人 让他们生欢喜心 爱意多的意思呢 就是无能胜 因为他的慈悲 所以没有比他更能胜过的人 那么我们要常常学 弥勒菩萨这种慈悲 他的肚子很大 我们进到哪个寺院 一进门就开山 就见到弥勒菩萨 那弥勒菩萨也有两首记子 这样讲 眼前都是有缘人 相见相亲 整部满腔欢喜 世上尽多难耐事 自作自受 何妨大度包容 这两首记子说得很好 现在我们眼前的呀 都是有缘的人 无论是善缘恶缘 都有缘 跟你有缘 他才会现前 没有缘呢 他不会在你眼前出现 那见了面呢 就要相亲相爱 不要对他生烦恼 所以会满腔欢喜 世上尽多难耐事 我们说人生在世 不如意事十八九 十件事当中 八九件都不如意 都是难以忍耐的 但是要知道 所有的事情 都是自作自受 他自己做 他自己将来承受 你何必去跟他生气呢 对吧 不妨碍我们 大度能包容啊 包容他 不妨碍啊 他的因果 不会转到我身上 那面对一切事 一切人 都生欢喜心 都好 没有不好的 坏事很好 恶事很好 好事也很好 都好 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 人家在这个岁月里 要是赵鄂 你不制止 你会被因果 我说我不会被因果 我说我按照师父的指导 每天都讲课 我就不是每天讲 之前讲的光盘 也是太多了 因为我从09年 以来到今天 除了03年 04年 将近有两年的时间 停课 这五六年来讲 尤其是去年这一年 讲的课特别多 女的课也讲了很多 传统文化的 弟子规的 感应篇 这是第四遍讲 大家没有听到几堂的 也没有认真听几堂 你真想学 真想听 你把这个光盘拿出来 随时上我们的QQ讲堂 24小时都在播放 随时上版对人下载 版对人随便都能下载到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天天都有我的 我的那个讲课的 他们截录的 那个文字 那一段 书 我们的书啊 光碟啊 波金机啊 到处都是 有几个在听 全部我都讲过了 都讲过很多遍 所以 这个因果呢 自己要承担 你没有好好的学习 没有通过学习 修正自己不良的行为 所产生的这个业果 业因果报 自己将来要承受呢 承受的时候会很苦的 那苦的果报真的是很苦 善的果报当然很欢乐 我们干嘛一定要在这个 寺院里面跟人家恶语相向呢 干嘛一定要在这里争权夺利呢 寺院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 你愿意做给你做 你不做的我来做 你做的都好 我做的都不好 就行了呀 真正见到像前面说的尊长 位置比我高的 年纪比我大的 德行比我厚的 学识比我广的 我对他恭恭敬敬 哪怕是位置比我低的 年龄 年龄也比我低的 德行学识都不如我的 我也一样对他恭敬 没有什么不能恭敬的 恭敬养自己的谦卑心 乃至于我们面对每一个小菩萨 那些小孩 小花菩萨都恭恭敬敬的 每一个都是自己的善知识 为什么一定要趾高气扬呢 为什么一定要那样的傲慢自大呢 在这里做到最后 把自己做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局员4啊 乾隆在这个香港 香港办这个法会说 他觉得局员4的名称很好 是觉悟的源头 我当时跟我们助理就哈哈笑 我说那个我们这觉悟没你高 没想到是觉悟的源头 我们想的是绝缘了呢 跟外面都绝缘了 因为来了之后 手机信号都不通 好WiFi也不通 一开始没有网络 那觉悟的源头 从哪里觉悟起呢 从自己觉悟起 自己想想 自己到底问题处在哪里 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提升的 一切都返求诸己 不要总是指着看别人的不对 别人没有什么不对的 别人只是自己心的 一个境界的体现而已 尤其是我们的老义工 大菩萨 在一定的领导位置上的 我就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趾高气扬 千万不要这样的功高我慢 千万不要这样的自以为是 当你倒下的时候 就是你爬得有多高 摔得有多惨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心里话 你好像觉得一切功劳 都是你自己做的 错了 如果我们没有三宝加持 没有佛力加拼 佛菩萨不给我这种修福报的机会 我哪有机会 哪有德行能在这里面去护持三宝 是自己祖上积德 是自己无量节修行得来的 感恩自己的父母 感恩自己的祖先 感恩三宝的加持 常常用这种感恩心 而不要用那种傲慢的心 我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傲慢呢 我也自己反求诸己 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傲慢走过来呢 所以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呢 常常是要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用这种心在这里慢慢做 细细地检点自己哪一个行为 不够谦卑 哪一个行为 没有做到更好的克服自己的称心 我们每天都是有值得检点的 如果每天没有的话 我们这一天就白过了 我们能检点 我们就是在提升 我们能反省自己 我们就是在觉悟 我们真正能够改正自己的毛病 习气 我们绝对就是在往成佛的路上走 如果不是的话 处处挑剔人家不对 到处找人家的毛病 脖子昂得比谁都高 看看 拿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神 看看自己的表情 自己看不出来什么叫傲慢吗 我们的女众 真的是我发自内心地跟大家说 好好的自己读读女界女论语 不用领着 不需要什么学长再领着 自己拿本书回去 自己读去 对着反省 读十遍你就通了 七家治国女的围要 我那本书也有 女人的福怎么修来的也有 窈窕淑女的标准 我们定屋师傅出家间讲的也有 你就从头到尾 一字一句地读 我敢担保你读十遍 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神态气质 就能流出那种谦卑的 淑女的光 我们有没有读十遍 比如说十遍 三遍 一遍有没有 半夜止 可能都没有 什么叫不学武术 你不学 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处处做错了 自己不以为然 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很好很对 这不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要学 要学习 我能走到定屋师傅身边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我特别爱学习 我当时第一次跟他交流的时候 好多年前 那是07年 十年前 他还没出家 我当时向他请教了十个不五个问题 他非常高兴 他说他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跟他这样请教问题 而且我当时拿着笔记本 拿着笔 我还拿着录音笔 我还拿着这个 这个有笔 我认真真的请教他 我把这个问题写在本子上 我问他第一个问题 我就说怎么理解 彻底的理解 看不放下 我说我做不到 我说师父善人讲了很多遍 但是我做不到 你用最简短的话来告诉我怎么样去做 我说我现在学佛是多少年 我是02年学佛的 07年我遇到他的时候 我说我学佛五年 他就当时给我最简短的一句话 他说 你看不破就看淡点 放不下就放松点 我就给记下来了 我说你说的真好 我说念佛到底怎么念 才最如法 他说实念法 他就给我演示 他说你就用334 他在那给我念了两遍 我就给记下来了 334 他说你这一辈子都这么念 我说好 我当时问了他十个问题 后来他说 你一直是这样吗 我说是 我说我特别爱学习 我特别爱看书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没有几件 没有几个箱子 是优东西的 大概十几个麻袋 全是书 因为在北京买了很多书 尤其哲学类的书 特别多 往家里头优 从小到大的习惯 就是爱看书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义工最缺乏的 就是这种好学的精神 你没有那种 对知识的渴求 对法的渴求 对法的那种 我特别想听 我特别想学 我特别爱学 我就看不到 你爱干活是没有用的 得到的是吃福 愚痴的福报 你将来是在三个道理想 人天你都得不到 你持戒学戒 你得明白这个戒法 戒体戒相是怎么回事 你不学不知道的 我们整个这个信愿 持名 这个名号的功德 你也是要学习的 为人处事也是要学习的 食善业也是要学习的 弟子规 感应篇 因果 都是要学的 你不学 你确实不知道 你确实生活在错误当中 而不自知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不是一个人的悲哀 一个女人不好学 一个当妈的不好学 她的儿女将来都是废物 因为父母爱学习 尤其母亲爱学习 带着儿女 她肯给儿女付出 她希望儿女能够能够长见识 能够有丰富的这种学历文化 为什么会有定红法师 你们好好请教在赵老师身边 护持的义工 他们现在在学院寺 问问赵老师是有一个怎么样的 好学的精神的 特别爱学习 我知道的赵老师是极爱学习的 天文地理皇帝内经 历史百科 什么都爱学 包括国家政治 我说的一点谎话都没有 而且赵老师当时教育我也说 他说我告诉你 穿衣服都是学问 你穿衣服不会穿 不懂得怎么穿 出去你丢整个佛弟子的脸 这是要研究的 色彩搭配你要研究 首饰配物你要研究 怎么搭配 我们可以不穿很贵的 但是你要穿得很得体大方 得体大方是要学出来的 你模仿都模仿不出来 我是很恳切的希望大家 培养自己爱学习 培养自己好求法的那种 因众心 你才会有这种特别渴望 想亲近善知识的心 你也能亲近到 因为善知识不会舍离你的 但是你对他 没有什么想学的心 对这个法也无所谓 听不听也行 学不学也无所谓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爱学习 我在这个跟师父去 我们这次是去印度的飞机上 我读了五部经 每次读呢 我都有一句经句 不大理解 我就去问他 问他有时候 师父就一遍一遍 很自卑地教我 教我说 他说我讲了 我说我感觉也是听了 我就跟你再确认一遍 比如说我读到三倍往生 我第四遍读到三倍往生品的时候 我就问师父 我说这个三倍往生 好像这里讲的全是指凡胜同居土 对吧 师父说是啊 他说我都讲过了 我说我再跟你确认一遍 然后跟他就在飞机上探讨 那个一念敬信 然后讲来讲去 讲到自己特别发喜 特别欢喜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觉得我特别有福报 因为师父跟我的那个登基牌吧 总是特别神奇地挨在一起 然后只是一个过道 然后我总是每次就很方便地去请教他 各种问题 那么整个的那个六个多小时的旅程 感觉就很短 一眨眼 读几步经 念几声佛号就过去了 下了飞机之后 感觉能量很足 自己充满了正能量 我希望我们的义工也是这样 要发自内心的爱学习 渴求学习 有求法的那种心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大藏经里讲 大藏经曰 人不杀生 爱护悟命 即放生失时 得长寿报 今人家小儿玩戏 凡迎蝶 虫仪鸟雀之类 切意借尽 物令害损 非为伤生 且至杀鸡 长大不知 人素矣 至奴仆 交坡热水 即烧财 扫地 至矣之类 多为所伤 亦亦借之 凡人见一切众生 头身死地 如鹅普登 虫堕网 雀鸟被伤 蝼蚁被踏 鱼虾细林被网之类 方便救护生权之 此福寿长者所为也 那么这一段呢 说的是大藏经里说 人如果不杀生 爱护所有的悟命 以及放生 失时 会得长寿的果报 现在一般人家 孩子玩耍的时候 凡是 苍蝇 蝴蝶 昆虫 蚂蚁 麻雀 小鸟等类的小动物 长辈都要切实地 禁止孩子去伤害 这不只是伤害生灵 而且会让孩子心中的杀鸡制胜 长大后就不懂得人素之道了 至于奴仆 浇坡热水 以及烧财扫地时 水智蚂蚁之类常被伤害 也应要告诫 凡是见到一切众生 投身死地时 例如 飞蛾 蒲火 虫子 舵网 鸟雀 被伤 蚂蚁 被踏 鱼虾 细鳞之类 被网 捉住等 都应方便救护 保全 他们的性命 这些都是福大 寿长之类 所应有的 作为 那么 我们在 阿拉耶实里 自己要多种 善的种子 多种慈悲的种子 从我们点点滴滴 对众生的爱护当中 做起 我们在这个 大寮的管理当中 大寮仓库的管理当中 就要格外注意 大米呢 容易生虫 所以怎么能让它不生虫 第一 不要积攒太多 第二 大寮仓库要保持干燥通风 米里头放一些花椒粒 这样子 包括呢 我们这个厨房四周 不要有积水 积水里面会有湿虫 胎暖湿化 有一种虫子 就是湿生出来的 那么就容易被伤害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 干货类的 都要及时地用掉 你不用掉 它也会长虫子 都会麻烦 那么这里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 沿州清溪 有一王家 养了头母狗 母狗和他生的小狗 住在一块 有一天 主人就把母狗杀了 吃狗肉 请一些客人 共同品尝狗肉 母狗所生的小狗 就在饭桌的案子下边 转着圈走动 见人扔下一块狗骨头 小狗就把这个骨头 用嘴咸了出去 小狗往返了多次 主人王某对客人笑着说 人都说狗认不出同类骨头 看来这话不讲 众人把狗肉吃光了 小狗也不见了 王某觉得奇怪 到处找小狗 找到后园一看 见狗骨头堆成一堆 骨头上盖着土 小狗已经死在 母狗的骨头旁边了 王某大吃一惊 非常后悔 就把母狗的骨头 和小狗一同埋葬 回座后与客人发誓 永远不吃狗肉了 王某也做了孝犬计 以劝诫世间的人 不要吃狗肉 后来王某的后代 人丁兴旺 那么无知的小狗 都知道掩埋母骨 母狗惨死而不独生 那么作为我们人来讲 都要知道 所有的生命 它都有感知的 自己都不要任意的去伤害 伤害这些生命 无异于伤害我们自己 不管它是 以何种的形体方式出现 只要它出现在世间 这就是一条物灵 那么学佛的人 尤其是如此 在这里讲到的这几点 大家都要注意 观世音精云 大范天王 问陀罗尼相貌 菩萨答言 大慈悲西事 华言和论云 观世音 表位西方 以西方秋沙之地 于沙处行辞旧苦 即明观世音也 土贤行愿品约 若令众生欢喜 则一切如来欢喜 何以故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体故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众生挚爱者生命 诸佛挚爱者众生 能救众生生生命 则能成就诸佛心愿 由此观之 诸佛菩萨 千言万语 无非教人救众生之苦 邪魔外道 千言万语 无非教人食众生之肉 故知劝人放生 则起人慈悲之心 为永结常乐之善音 劝人杀生 则起人残忍之心 为永结冤谦之本 一言为祸府之机 若此何不甚哉 那么这段话呢 大家也要深深地记住 这里尤其是 普贤行愿品里的这段话 那么在《观世音经》里面说 大犯天王问 陀罗尼是什么相貌 陀罗尼就是大种词 什么大种词呢 《观世音菩萨》回答说 具足大悲心 就是大种词 有没有这种大慈大悲的心 《华言经》和论说 《观世音》所表示的位置是西方 因为西方属今 为秋天肃杀之地 在有杀鸡之地 能行慈悲救苦救难 即是名为观世音 我们小花发言文里最后 那篇发言文是我给大家写的 怎么说的呢 我们是不是都要做 观世音菩萨的一只手 一只眼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起来行 观世音菩萨的这种 慈悲救苦之道 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长坐度人舟 我们去过印度的小花 有好几个我们小花去过印度 回来有没有感触啊 知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 每天的修行 真正行菩萨道 来做菩萨 来救度这个世上的苦难众生啊 还是继续搞自己的贪嗔吃慢吗 还是继续的放益懈怠吗 年轻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我们这么小接触到这个佛法 好好珍惜 好好爱护 不要放益懈怠 普贤行愿品说 若能使众生生欢喜 那么一切如来都会欢喜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诸佛如来都以大悲心 为自己的体性 因为敏念众生 而生起大悲心 因为大悲心 而生起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生起 而成就等正觉的果位 对众生来讲 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 对诸佛而言 众生就是他们的最爱 所以能救众生生命 就能成就圆满的诸佛心愿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在静宗里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从哪里开始呢 要能够启发自己的大悲心 从哪里启发呢 就是从对众生的爱护当中 对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能生起这种平等的 真诚的这种一片的慈悲 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里面 只要众生需要 任何时候 我都愿意做众生的指南针 我都愿意做众生的一点 一盏蜡烛 我都愿意做众生的一个法船 在所有的众生 在这个苦海当中度过 给所有的众生 作为这个黑夜当中的明灯 而不是说 我自己现在 我怎么想的 不要这样想 我们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尤其是每天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 能不能用这种悲心去面对 还是用那种贪嗔痴慢的心 自己要检点 任何情况下 不用贪嗔痴慢的心 用像观世音菩萨 用像普贤菩萨这种大慈大悲的心 普贤菩萨的行持 是我们往生净土 每一个境中学人的行持 我们无量寿经第二品 就是得尊普贤 第二 我们的德行 要遵照普贤菩萨来行持 普是普遍 普及一切 贤是一切的贤善 一切美好的 对于一切众生 普遍的施与美好的德行 没有分别呢 没有远近 没有亲疏 没有贵贱 把自己的分别心放下 在这里成就自己的无上大愿 在这里呢 也去圆满阿弥陀佛 在这个世间的四十八大愿 我们每一个人 就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就都是阿弥陀佛的经营战 阿弥陀佛因为我在这个世间 而让更多的人得以认识佛 了解佛 能够往生净土 我们就在将来回去 见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愧疚和难过 我们会跟阿弥陀佛说 我在这个地球上 我这一世活的这个几十年 从我认识佛法开始学起 我全部都尽心尽力地 按照你老人家的要求去做了 该带来的我都带来了 不能来的呢 就是等着下一次再去 再帮他 我都尽心了 我都尽力了 而不是说 这个我给他挡住了 那个我瞧不上 我给他障碍住了 这样的话我们走 将来也走 走得不那么痛快 所以我们能够消消灑灑的 自在地往生极乐世界 是因为确实我们在这里 每一天每一年 我们都能圆满我们所有的心愿 像普贤菩萨一样 像观世音大师志菩萨一样 每一天都是如此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我们将来是必定成佛的 这是毫无质疑呢 那么爱众生 对众生普及一切的慈悲 就是佛的心愿 是十方诸佛 一切佛的心愿 没有一尊佛不是如是想 没有一尊佛不爱众生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生不起 这种灵敏同情和爱 那么我们自己要检讨 我们的行持 离开了佛知佛界 离开了佛的本愿 我们是不对的 那么从此处来看 诸佛菩萨千言万语 莫不教人 就拔众生出离苦海 而邪魔外道千言万语 无非教人吃众生肉 所以劝人放生 就是启发人的慈悲心 也是获得长久安乐的善音 而劝人杀生 则是启动人的残忍心 是招感长劫受苦的恶缘 要知道一句话 可以成为将来 造福治祸的关键 所以我们说话 怎么能够不谨慎呢 所以我们在跟 所有人相处的时候 说话都要谨慎 你这个话 是种的是善因善果 还是种的恶因 将来得恶报 自己要记住了 那不仅是话语如此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举手投足 都是如此 所以大家呢 在这里要做 你要常常如是想的话呀 我们的每一天的修行啊 就是真修行了 不是在这里 假模假样的 听听经啊 在这里好像是 像一个学佛的人 只是像 那么真正的菩提心 就是觉悟的心 这个觉悟的心生起来 菩提心跟世间的善心 是不一样的 世间的善人 他也有感恩心 也有这种好像是慈悲心 但是他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 是要求佛 做佛的心 世间的善心 没有做佛的心 我给这个苦难的众生 给一万金米啊 给他 给一些矿泉水啊 发一些帐篷 我没有想着 让他们做佛 但是我们菩提心 生起来之后 是愿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我们每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 大家不妨都念念这个愿文 愿断一切恶 无一恶不断 愿修一切善 无一善不修 愿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愿一切众生 皆得成佛 这就是菩提心的体现 菩提心就是体现在 断恶修善 度众生成佛道上 那自己呢 也要成佛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学习这个慈心的时候啊 大家要认真的思维 自己的慈心呢 有没有生起来 没有生起来的话呢 要反复地想 那么后面还有三个公案 我们来继续念一下 第一个是汉朝的杨宝 九岁时建一黄雀 为吃销所薄 堕地 父困于以宝旧之至乡中 似以黄花 至羽毛城放去 一稀有黄衣童子 向宝拜约 我西王母使者 往鹏来 过此遭爱 赶军就之 难以四欲还赠曰 令君子孙 为三公 洁白如此还 言气不见 后宝生镇 镇生炳 炳生刺 刺生镳 刺世三公 清白无比 那么这是 放生 我们讲 救护众生 感召到的非常殊胜的果报 汉朝的杨宝 在他九岁的时候 见到一只黄雀 被凶猛的大吃 这叫大吃销 应该是像大鹰这样的鸟 所扑击 掉落到地面 黄雀受伤 跌落地后 又被群蚁围困 就很多蚂蚁被围住 杨宝赶快救起这个黄雀 放在箱子里保护起来 并用黄花来喂食 等这个黄雀羽毛恢复后 立即将它放走 那有一天晚上 一位黄衣童子 来向杨宝拜谢约 我是西王母 又称王母娘娘 的使者 在我前往蓬莱的 蓬莱仙岛的路上 经过此地遇到了灾难 心而被你所救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我要把这四个玉环送给你 它能让你的子孙将来做官 都做到三宫的高位 就是皇帝的太傅 他这个三宫很高的位置 而且操守呢 就跟这个玉环一样洁白 那黄一童子讲完就不见了 后来杨宝生了杨镇 杨镇生了杨炳 杨炳生了杨次 杨次呢又生杨镖 祖孙四代全都官居三宫 操守非常的清白 当时确实没有人能跟他们家相比 这是救护众生得到的殊胜的果报 那他救的时候呢 不知道竟然救的是王母娘的使者 我们在救护的时候也是如此 不必去分别 遇到了随缘放生都要来救度 那故事二呢 讲的是明朝沈万山的故事 明沈万山 见人持青蛙数百 将杀之 乃近买而放之池内 一日欲池边 见有群蛙还聚一瓦盆 万三即池归 做灌器 偶灌手 一意借止于内 赐爪绝而取之 则满盆借之以 沈经义 以金银示之亦然 乃聚宝盆也 赴敌国 这是明朝沈万山 他怎么得这个聚宝盆的故事 他看见有人提着几百只青蛙 准备宰杀 就全都买下来 放进池塘里 有一天他经过池塘边 看见郁琴青蛙围着一个网盆 就把他带回家 就当作洗脸的这个用具 有一次他在洗手的时候 掉了一个戒指在盆里 隔天早上才发觉 就去这个瓦盆里找戒指 结果发现满盆都是戒指 沈万三非常的惊讶 就用金银来试验 结果发现满盆都是金银 才知道原来这是个聚宝盆 从此以后 沈万三就复可敌国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呢 肯定是我们能够爱护生灵 果报都是非常殊胜的 那接下来 永明延寿的大师的故事 还有莲池大师的戒沙文 我们明天再继续学习 今天就学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 张言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